接著我們要上的重點叫做 勒沙特勒原理 現在有一個可逆反應 A加B變成C加柱已經平衡好了 但是你改變了一點條件 請問你改變條件以後 這個反應會怎麼樣呢 勒沙特勒原理說 它會朝抵消改變的方向進行 我如果A加B變成C加柱 我讓A變多 它就朝讓A變少的方向進行 如果讓A變少 它就讓朝A變多的方向進行 朝抵消改變的方向進行 我的教法叫做 取有餘補不足 多的就送人家 少的就跟人家一樣 少的就跟人家一樣 取有餘補不足 叫做勒沙特勒原理 A加B會變成C加柱 假如我的A多了 多了就送人家 多了就送人家 所以反應就朝右 正反應速率增加 考試問你 正反應速率增加 如果我的A變少了 就跟人家要 向人家要過來 向反應向左 逆反應增加 逆反應增加 這就是取有餘補不足 也很正常 A加B變成C加柱 你把A變多了 是不是表示 A跟B碰的機會變多 所以要正反應就會增加 那如果A加B變成C加柱 你的A跟B變少了 就是A跟B碰的機會變少 變成C跟柱 變成機會會變多 就是逆反應會增加 這很正常 想你就知道 根據碰撞學說 你就想你知道會有這個結果 OK 然後我們就考試就問你 我這樣子改變 會朝哪個方向進行 然後什麼之類的 像這樣 增加或減少的量 我增加就朝減少方向 我減少就朝增加方向 這裡舉個例子 硫酸酮跟晶體跟無水流氧酮粉末 顏色要背嘛 對不對 好 來我加水 剛才講過加水下面的 下面就像是右邊變多 白油就潮索 很正常嘛 加水變成有水流氧酮 對不對 好 我把水烤掉變少 下面右邊變少 就朝右進行 這邊無水流氧酮很正常嘛對不對 考一考就變成無水流的那種正常的想法 所以我們看就知道了 如果我加水 請問你反應會朝左還朝右 然後顏色會從什麼顏色變成什麼顏色 停車站界問 可愛大帥哥還大美女 大美女 好來我們找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14號 沒有14號就換 1號 總會沒有1號 反應朝左朝右 然後顏色如何改變 朝左顏色 白色變藍色 請坐 加水就是下面右邊變多 反應就朝左 多的送人家朝左 看他就顏色就白色變成藍色 啊如果我考一考讓水跑掉了 我如果考一考把水跑掉了 然後反應朝哪邊進行顏色怎麼變 然後就要換大帥哥 大帥哥 再哥叫做21 21 21 反應朝左朝右 不会哦 朝右颜色 黄色 白变蓝吗 请坐 去水就是下面右边变少 少了被人家要 反应就朝右 颜色就是蓝色变成白色 这个颜色以前就背过了 等一下还有一陀拉谷的颜色 其实你大部分都背过了 全部都要背 然后就考说反应朝左来朝右 颜色会变深还变淺 A颜色变成B颜色这样子就给我记好 所以后面的这些全部都要给我背 就是勒沙特勒原理 老师教的叫做取有余 补不足 多的 送人家 少的 给人家要 你就知道反应应该会朝哪一边进行 OK